习惯 今天累一天就好了 以后就习惯了 好 我的是扁平化 有没有看到 扁平化 OK 对 要改喔 好啦 再来 所以我们刚刚现在是不是做了章结 是吧 做了章跟结了 那一样后面会继续做 那样式的部分呢 我自己在做的情况下 我会用修改 修改就是你点了它后又有减 你看这有个修改 对修改 你就点它后 然后它就会带出像这样的一个选单 透过选单去做内容的修正 这件事OK吧 你改它就可以了 所以修改是在你的预设 要的那一个样式上头 按滑鼠的右键去更新它 所以这个先懂 那样式我们今天会用一天 它会存在一天 所以先知道怎么加 等一下我们再继续回来看它 好吧 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好 接下来第二个 当我现在已经会用章 也会用结咯 对不对 接下来的话我们要用的是内文 内文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 但是你转过来 因为word来讲 内文是最常见的 所以内文的功能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在writer的地方 好好的把内文学好 不对 在word好好学好 你过来都会很轻松 好 那没学好都会很惨 好 回来看word 在word里面呢 好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样式的工具 我们现在是在writer学样式 所以word我就不管了 因为样式writer做还蛮顺的 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 可是段落真的是会很痛苦 那我们先讲 段落在学习的时候有分两类 第一种是宽度 我这一个段落的宽怎么设定 宽度的设定 第二个是高 OK吗 你要懂高跟宽 在word里头要懂高跟宽 writer也是 好 那高度跟宽度的部分 我们在学的时候 建议同学开一个工具 在上头有一个叫简式 简式 简式里头有个叫尺龟 你要把它开着 会不会 这是word里头的尺龟 有尺龟 前面这些符号是有意义的 好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 好 那writer呢 请问writer有尺龟吗 看这么久 尺龟在哪 开了没 不是已经开了 这不是尺龟吗 各位 为什么看这么久 是因为两个人画了龟布一样吗 这也是尺龟啊 干嘛去开啊 还叫我去检视开 好啦 如果要开也可以 再检视啊 这叫尺龟 可以吗 就开了啊 是怎样 在这里啊 好 所以尺龟先开着 好 先开着 来 我们先讲宽度 宽度 何谓宽度 宽度呢 通常会有五种 五种宽度 第一种 等一下我是不是快没变 哈哈哈 诶 有电池 是这个吗 有有有有有 哎 这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谢谢你 谢谢你 好 来 呃 尺龟的部分要五个 有五个哦 好 有哪五个 我们先看哦 第一个是文件 整个文件 文件的左边界 文件的 谢谢 文件的左边界跟文件的右边界 右边界 这是文件本来就要学会的 所以边界是什么 是这个灰灰跟那个白白的中间这一条 好 这一条 我没有画吗 因为它这个可能还有意义 老师不要画嘛 这个 这一条 看懂吗 这一条就是我的文件的边界 所以文件代表什么 全部的页面 全部的页面 你只要改了文件的左边界跟右边界后 整个全部的页面都会动 这件事OK吧 好 文件 好 再来这是有五个嘛 那另外两个是什么 有文件当然就会有段落 段落 那我们刚介绍段落是什么 上一个enter键到下一个enter键之间的距离 这个叫段落 所以对于段落来讲 来 段落的边界是下方这一颗 三角形跟一个 老师话杂一点 三角形跟一个正方形这一颗 这叫段落的左边界 三角形是段落的右边界 同学这件事情OK吗 所以段落是指我现在所反白的这个区间而已 所以当我如果调整的是段落 我动这一个 我现在这一段 好 我动它 看没 就只有这一段 只有这一段 目前听得懂 只有这一段 它不是全文 不是全文 好 来复原 好 那有五个嘛 所以有左边界右边界文件跟段落了 再来呢最后一个倒三角形 这个倒三角形叫首行缩排 首行缩排也是第一行空几格的意思 白话文第一行空几格 所以你可以透过尺规知道这些功能的位置在哪边 那除了可以透过尺规之外 我们在排版例如说像有些标案的文件 或是像写论文有要求格式的 他就会跟你说他的左边界要多少 右边界要多少 首行空格控多少 那是有很严谨的设定 所以他的严谨的设定去哪里找 来在常用这边 OK 进到这里有个段落选单 段落选单里头有这一颗小图示 这个图示你把它打开 它就是进阶选单 所以在进阶选单里头可以从哪边设 来在这儿缩排 左边界右边界指的是段落 段落的左边界跟右边界可以吗 好 这一区叫做首行缩排 就是那一个倒三角形 首行缩排 了解好 所以我们在word里头 如果我要针对这一份文件进行段落的安排 我们会用的是这三个选单 这三个位置 那文件的呢 文件的就不是放来段落 它跟段落无关 它是整份文件 所以整份文件在word里面呢 它放的是版面配置 版面配置的这一个版面设定 点进来就好 进来后这边有没有看到边界 上下左右就是它 了解吗 那通常文件比较不会动 比较不会动 我们会动的是段落比较多 除非你要列印 希望一页塞进去 你才会动到左右边界 要不然一般预设是不动它的 好 来 那我们看段落 好 老师提到段落后来 我们看这一段 段落通常要怎么排排呀 第一个都会被要求的是 首行控两格 每一段落的开场要控两格 这是标准文件的写法 那虽然大家现在都不太重视 可是这个在文件类 你们都要记得 首行要控两格 好 首行控两格之外 再来后面看右边 你发现这个字齐齐除除 有没有 没有很顺 我们通常都会希望文件 看起来要很漂亮 就是重量的感觉要很齐 所以我就会希望 这边是直的 了解吗 好 来 这些怎么做 它除了跟段落设定有关之外 它也跟对齐有关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 我希望让它们的左右边界可以拉齐 是它 对齐方式 正确对齐方式来说有五个 那我要的是第四颗左右对齐 左右对齐 好 第四颗 所以你看老师把它反白后 来到这里点 它是不是左右切齐了 这个是左右对齐 然后这个左右对齐很好玩 它的功能是给谁用的 是多行文字 你不要很无聊 直接给我用序论 然后还给我用左右对齐 再举手跟我说它怎么坏掉 你是希望它能够 你是希望它对什么 对齐什么 你当行是跟人家对什么 知道吗 它是多行文字 而且是左右切齐 你才一行你要切什么 然后学生就会说 老师没有它要拉开啊 天哪 那是隔壁好不好 隔壁这一颗叫分散对齐 不要考我好不好 听懂吗 所以这是两件事 你不要自己和在一起了 分开的 分开的 好 所以下次就切齐了 切齐的时候再来呢 来 我们要第一行空两格咯 空两格你可以用尺规 但尺规不严谨 不严谨 所以我要很精准的数字 到哪边 段落 进到段落里头后 这里 好 指定方式有没有看到 指定方式里头 你要下拉改第一行 第一行就是凹牌 凹进去了 另外一个是凸牌 OK 凹牌 好 凹牌里面呢 位于点数要设多少 我们设两个字元 在word里 一个字一个字元 两个字两个字元 听懂 用字元的概念来看 好 确定 那就锁进去了 目前这样听得懂吗 好 所以您这一段做完了之后 如果你这一段做完后 好 再来 我们就可以复制给其他的段落 其他的段落 所以呢 我这个做完后 就把它存成样式 别人就可以一起用了 好 那样式等一下再讲 好 这个段落听得懂吗 在word是这样 来把这样的逻辑延伸到writer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word听懂 你writer就会了 等于是一次学两套 听懂吗 一招学两套 好 来 在这里的话我们要怎么做 首先一样反白 那反白怎么反白 反白的话你就是降框 因为在word你可以降框两下 可是你会发现 怎么不理我 两下没有 所以好了 自己乖一点 好 反白 反白起来之后再来呢 我要让他的左右切齐 来对齐方式 这里 这四个 对 靠左至中极靠右 还有这一个左右切齐 你可以点它 它会让你左右切齐 可是你会发现 哎呦 切了怎么不会动 很正常 很正常 它偶尔会偶尔不会 先不要管 先这样 好 我们先把设定都设完 真的啦 相信我 先把设定都设完 目前OK 好 再来第二个 老师说要让它第一航空两格 是吧 那去哪边你们觉得 跟段落设定有关 本来就在的 就改它的设定值 所以会是格式 可以吧 格式 格式的段落在这儿 段落 点进来 好 进到段落里头 我们要用的是什么 来 我们要用的是 第一个就是了 缩排与间距 缩排这一区就是了 第一个就是了 这就是我的 段落左边界 段落右边界 还有第一行空几格 这件事OK吗 好 来 如果我现在让第一行空几格 这是第一行有没有 我们在这边你会发现它竟然不是字缘 它叫公分 这个让我一开始我也吓到 想说这要怎么设 没关系 你就设吧 那真的不知道多少对不对 自己先凭感觉拽一下 先凭感觉 设定两公分好了 看到会怎么样 两公分哦 第一行两公分哦 来 确定 它有凹进去啦 确定 哇 太多 有没有 两公分太多 对 所以这个就是凭感觉 你相信我 凭感觉 而且很好玩的地方是 我等一下设完了哦 它不是绝对的哦 因为它会牵涉到宽度 它会牵涉到字形大小 所以没有一次答案是对的 有时候设一 有时候设三 真的是看心情 知道吗 来 确定 有没有 两公分 一公分还是不太对 有没有 还在往前一点点 有没有发现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它最痛苦的地方 就是我没有办法抓它的基准点 我很难抓 0.8 0.9 可是我8 我8 好像还要再往前吧 是不是 往前一点嘛 回去 我再要回去 对不对 回去 0.6 所以就是 好啦 自己来好不好 凭感觉 可以吗 但是就是知道 它可以做得到 它就是可以做得到 OK 好 来 然后做完之后 再来右边 天哪 右边是不是整个乱掉了 好 来 这个位置我要解释一下 这个位置的话 如果你右边的字会跑出来 而且你已经设了对齐方式了 你发现它都完全不会动 有没有 它都完全不会动 来吧 那你有两个地方要解决 第一个 你先到格式里头的字段落 去设定它的文字之后 文字之后 右边右边 确定 它会有点动的感觉 你会发现 你调一下文字之后就会正常了 调一下文字之后就会正常了 OK 好 再来第二个 有时候你就会发现 它那个字的那个标点 标点符号会凸出去 标点符号会凸出去 这有遇过吧 这word也有 这个在word里面叫做 这里了解一下word 这在word也有 word里面有一个段落工具 最后面中文印刷样式 这是因为我们的语言有标点符号 所以这个勾勾要拿掉 允许标点符号溢出边界 这个勾勾要拿掉 在word它是预设在的 然后在那个 writer我记得它也是预设在的 听懂吗 这个工具要拿掉 拿掉之后确定你以后就不会看到有任何的标点符号凸出来 因为标点符号凸出来这件事情 连对齐方式都没有几 都无几 好 这是在排版一个很重要 inDesign PageMaker都有这个工具 就是段落就是会凸出去 好 来 我们回来 所以这边也没有 有 也是在这里 段落 OK吗 好 然后在下面这边 我记得它是这个 亚洲语言排版式样 允许标点符号悬尾不要有 悬尾不要有 这样OK吗 把它拿掉 拿掉之后确定它就是正常的了 会不会 好 那假设我设好的 假设我设好后 我要把这一段永远留存 因为你要我再做后面那几段我会疯掉 OK吧 所以怎么办 不要再复制格式了 因为如果修正的话 它就不会改了 所以要用 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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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懂吗 样式 好 所以反白后来到右侧 新增样式 新增样式 OK 好 再来呢 零Dash 这是内纹 嗯 内纹 好 确定 你要做一段存起来 再来呢 后面呢 全选 假设说 我缩下好 不好意思 来 全选 把这一段全选 以后内纹打完了 就两下搞定 相信我它会很漂亮 了解吗 只要你灰色 听不听到 它就可以解决很多排版会乱掉的问题 那假设我刚才教了Word这一招你学起来 你原则上在Word排的漂漂亮亮 你过去都不会跑 因为功能是一样的 可是你们现在都不是这样排 所以呢 看着办 好不好 你这边还是得学 所以这里只要反白 然后两下 好 后面的就以此类推反白两下 这样知道老师的意思吗 好 那项目符号呢 有的没的 我们再慢慢教 好 所以宽度听得懂吗 宽度 好 那我刚讲段落有分 左边界 右边界 可以跟手行缩排 文件呢 文件的左右边界在哪里 文件 它会跟什么有关 你们猜看看 文件 整页的 整页的喔 所以它一定是页面 对 它跟页面有关 那个逻辑会判断吧 页面进来之后的 你看 你可以大家看一下页面 有没有看到 第二个页面的部分往下看 有没有看到边界 就是它 它放在这里 听懂老师的意思 好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位置后 找应该就会找得到了 罗集是一样的啦 只是你们没有遵循 那个规则来走 好 所以 Writer 跟Word 都有这个工具 你看免费可以做到这边 真的很好啦 只是偶尔会招金而已啦 就是自己调一下 还有那个字元 跟那个点很难抓而已 好 来到这里喔 这一页帮我排好 来 请 续习一下 先设段落的宽 等一下我们再讲高